廚房開箱 我們家廚房檯面 因為我一直很想要木紋的面板 它顏色是最白的 給這樣拔起來 哈囉大家我是卡奧莉 今天影片主題是廚房開箱 相信很多人想要了解我們家的廚房是如何配置跟規劃的 那油屋主是一個L型的廚房 不知道要把洗碗機放哪裡 洗碗機打開啊要放啊那個動線有點怪怪的 所以我就把它改成11字型的廚房 那我們家廚房是日系廚房 那我那時候就無懸念的想要找CleanUp幫我規劃 日系廚房有非常多優點 但是唯一缺點就是價格比較高 我從7月底到現在 這麼平方的使用下來 我個人是覺得非常滿意 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它有哪些特色 好那我們要先從哪裡開始呢 有些大家比較好奇 比如說愛取乳好不好用洗碗機 抽油煙機是哪個牌子的 這我在另外單獨拍 那這支影片就是比較大範圍 然後整個廚房的開箱 還有一些廚房用品是怎麼收納的 我會想要選擇日系廚房 最大用因就是他們家的超導流水槽 他們家水槽有蠻多細節 我覺得很值得和大家分享 那首先很多人問我這個 架子是哪邊買的 它其實就是 它水槽的一整個配件 這水槽他們沒有單獨販售 必須做他們家廚具 它才會賣給你 整個很大也很好清潔 這個水龍頭也是 他們家整套的 它有兩種水流 然後這還可以拉出來 就可以沖洗這邊邊角角 所謂的超導流 就是他們這邊 是有一個凹槽 我們在備菜的時候都會有一些 廚餘渣渣什麼的 它就是這樣沖 它就順著這個 然後直接進入 這個裡面 它這裡面就是長這樣子 每個小細節都很好清 它沒有一些 讓我覺得 不好清的地方 蓋子蓋起來就是一個平面 有時候東西比較多的時候 它也是有地方放 那我自己有去多買一個這個 這就是類似那種大創啊 百元商店買的 然後三角形的剛剛好 因為我們家 比較常料理 然後出漁比較多一點 所以我就買一個這個 可以沥水 他們這些配件都可以單獨的拿起來 日本人在設計東西 他們很注重一些小細節 那有些水槽 因為它是不鏽鋼的 然後水流這樣沖下去的時候 它就會比較大聲 那它這就是比較安靜一點的 它就不會 很大聲 然後它也會噴濺的 整個都是 在料理的時候 最重要的步驟就是洗切煮 洗切的部分 我就覺得很滿意 我們家廚房檯面是西班牙賽利史 我再把型號打在這裡 給大家參考 我不確定我之前廚房是什麼樣的 檯面 我覺得它的毛細孔比較小 比較不容易染色 污垢比較好清潔 它顏色就是正白色 非常白 再來就是它的硬度比較高 然後比較耐熱 就是在廚房這種環境下 的優點還蠻多的 它缺點就是它價格比較高 但是我覺得可以用很久的東西 我們就是一次到位 雖然這種材質它比較耐熱 然後硬度比較高 是剛煮好比較滾燙的鍋子 還是不建議直接放上來 廚房的規劃人員 有沒有經驗這件事情 我覺得 非常重要 如果它能幫我想到 我沒有想到的 然後提醒我 這種我就覺得說它比較有經驗 交給他們處理 我就會比較放心 像我們家台面這個是木做的 那一開始這個我沒有把它折上去 這個地方可能就是油漆 那你知道油漆如果在這地方應該會變得很慘 當初這規劃人員就建議我說這要不要折一折上去 就是讓它兩邊都是同樣的材質 就會讓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有經驗的規劃 是它可以幫客戶想到沒有想到的地方 有一些人好奇我怎麼會選這個顏色的 那這顏色好像不是我喜歡的類型 確實我覺得這個木頭的顏色沒有到非常的喜歡 因為我一直很想要木紋的面板 他們家最淺的顏色 就是這個色系而已 所以我只能選這個 但是我覺得白色牆壁 然後白色面板 燈光照下來 它還是一樣蠻漂亮 就是還蠻耐看的 它給人家一種沉穩的感覺 那我們家電氣櫃 那時候為了省預算 我就沒有找CLEAN UP做 這個電氣櫃就是一個普通的 系統櫃 我覺得這樣子可以相對省一些預算 因為它每一個櫃子就 價格不費 所以我的預算就是放在比較重點的地方 在規劃廚房之前 我自己有去看一些大家開箱的影片 日系廚房有一些很fancy的設計 比如說比較高的櫃子 你可以有一個把手拉下來 比如說一些升降櫃子 那些我通通都沒有做 那些升降的收納 其實就佔了蠻多收納的空間 所以那些我覺得是我不需要的 我就沒有做 那我們家的上櫃就是 最簡單的橙櫃 搭配一些收納的小物收納來 它一樣就很好用 像日本跟台灣一樣都是 地震帶的國家 那如果有發生地震的話 上面會有一個鎖 有地震的時候 那鎖就會鎖上 這門就不會打開 就不用擔心裡面放的東西會掉下來 放的都是一些乾貨 廚房會有的乾貨 那這個籃子我覺得很好用 它的高度很剛好 可以裝很多 這我在宜德利買的 有一個把手 所以比較高的東西 也會有鬧搭 這邊還有一個小空間 那開門的方式就是從這裡 這邊我都是放我的 咖啡類的 上面是沒有開封的 咖啡豆 然後這邊就是一些咖啡用品 我們家的抽油鹽機 也是這次新廚房 我比較期待的地方 我一直覺得倒梯的 抽油鹽機就很時尚 但是它就是會 犧牲掉一些收納的空間 那這個品牌是藍天的 抽油鹽機 其實我原本不知道這牌子 是在社區媽媽群組 看到有人推薦 就是它的 馬達是裝在陽台的地方 所以在啟動的時候 它的聲音會比較小聲 那我會無懸念的選這個牌子 就是因為我常拍攝 這樣子就可以幫助我收音 比較小聲一點 但是它最大聲 還是會有一點聲音 就有人反應還是有點大聲 如果有拍攝的時候 就會轉最小聲的 那最小聲我覺得我自己聽起來是 剪到影片裡面是覺得還好 我自己是可以接受的 還有一個比較喜歡的一點 就是他們的 這些網子 是很好清潔的 沒有那些討厭的稀有煙網 然後很難清的地方 而且這就是直接丟洗完機就好了 我目前用起來是滿意 好那進入中段的部分 比較多人期待的就是這裡 那我現在想要分享的是牆面的部分 那牆面的部分是我後來才追加的 原本我是打算這一面 是請設計師幫我找烤漆玻璃 後來我就上網去看一些 廚房收納用品 有很多東西都是用磁吸式的 那我覺得磁吸式的就是機動性比較高 然後像我自己是很喜歡去搞一些收納的東西 我就不想要固定下來 所以如果是磁吸式的一些收納 我就會覺得比較方便 它顏色是最白的 然後也非常好清潔 因為它沒有接縫 容易用髒的地方 就是噴一些 清潔劑 擦一擦就好了 那這個層架也是磁吸式的 這個是我做這個牆面 日系廚房贈收的 所以這個是沒有在單獨販售 它就是 你得做這個它才會送你 可以這樣拔起來 就是如果今天想吸這邊就吸這邊 想吸這邊就吸這邊 就很方便 你看它的吸力就是那麼強 之前我有對一下水瓶 不過現在我把它拔掉 先這樣子 然後這邊 還可以放廚房紙巾 然後這個的大小放 好是多那種大捲的廚房紙巾也沒有問題 上面這些燈啊 掛鉤同樣都是它們的配件 開關在這裡 就是它還是要去觸碰它 那我知道有一些感應式的 感應式的也很棒 就是手繪過去它就自動開燈 上面勾勾是可以調整它的位置 這邊原本是做磁磚 那剛才說到前屋主它的上櫃是在這裡 所以我們把它拆掉之後它上面留了非常多的孔洞 沒有很好看 這面牆我是請設計師幫我做 烤漆玻璃 是做最白的色號 這邊就不能磁吸 所以只能用這種吸盤 玻璃的大小有限制 所以它會有一些接縫 那我很推薦磁吸式的牆面是因為 比如說我們現在有一些 烘焙紙啊 然後 保鮮膜等等的 它就可以直接這樣收納在牆面上 那大創有賣很多這種小的 它是磁吸式的小收納 像我們這種麒麟空間就可以收納一些 食物夾等等的小東西 這是後陽台門 旁邊的一個小麒麟角 它就是可以增加一些收納的地方 好再來就是我們家的 底下層櫃 一般的廚房 它底下都是封板 它底下就沒有收納空間 日系廚房吸引人的地方就是 它沒有著原抽 底下封板的地方它也可以做一個收納 而且 空間還不小 它裡面可以收納整個鍋子 直接用角度去開 就很方便 這個位置我就收納 保鮮盒 保鮮袋 這個櫃亭裡面全部都是不鏽鋼的 像它比較潮濕 然後廚房也是比較悶熱潮濕的地方 不鏽鋼的它就會比較耐 收納廚房用品的時候 我自己有考慮一些動線 比如說我在那邊料理嘛 所以我的盤子 勢必就是要放在底下 這樣子才方便 所以我一些料理的工具啊 盤子 全部都在這裡 這一樣都是廚房的配件 坦白講一開始我看到這個時候 我不太想要這個 我想說這個我可以退掉嗎 但是他們說不行 這都是整套 它就配在裡面的 那其實我有一些東西 我也沒用到 它這裡面有三個 然後這邊是放一些 不鏽鋼的 那這邊放無印良品的 那這邊就是放 我們家卡儀的料理山建築 我們家的碗盤 其實一個料理YT來講 真的已經算很少了 過用就好 這位置就放我們家最常用的 盤子 什麼就夠了 它的 櫃子非常順滑 而且聽說是很耐重的 所以你裡面要放鑄鐵鍋什麼的 也不用擔心 那在這一層比較薄一點 這一層它就是原本規劃是要放 調味料的 它附一個配件 那時候後來我把那個配件拿掉 底下是不鏽鋼的 墊一個這個 墊子 這墊子是卡儀家 之後要出的 這是我們家的飯碗 直接在那邊拿碗 那邊可以盛飯 所以那個 距離就很近 所以這抽屜我覺得比較適合拿來放 碗之類的 但是它高度就是沒有很高 所以我們就只能放一個 我裡面放調味料 調味料瓶在裡面開開關 光它容易倒掉 所以我在裡面放了一個 這是一個 書架 它原本是要這樣放的 但是太高關不起來 所以我就讓它躺著 這樣 所以在關的時候就不會倒掉 然後有一些比較高一點的 我就讓它躺著 接下來中間這一層一樣放調味料 在這邊料理調味料放這邊 真的比較剛好 然後這裡面放一些瓶瓶罐罐 醬油 麻油 米酒等等的 這個比較高一點 所以有些比較高的瓶子 我放後面 因為它沒辦法怎麼拉出來 會撞到 然後這邊的竹圓抽打開 這裡面就放一些 比較少用的東西 這邊一樣它是一個薄抽屜 它沒有很高 像裡面這個收納就是它們附的 像這一條 它原本的規劃是放在這裡的 讓你收一些小東西 我就自己把它放這邊 因為在廚房很多這種小東西啊 不知道怎麼收 然後我之前都是分開收的 就是變成說東一個西一個 這次我就是全部把它集中起來 然後有點亂 但是我覺得很好用 因為這樣子看起來就是一目瞭然 你很多東西 都知道放哪裡 這個小配件是我自己覺得蠻喜歡的 它可以隨意的移動 我就把它收攏在這裡 然後這邊放一些 這邊可以放蓋子 還有像炒鍋的把手 就可以這樣子放著 空間就很適合拿來收鍋蓋 還有 像這個它是可以隨意移動 所以我就把它靠近 剛好就放 炒鍋類我就直接疊起來 為了保護鍋子 我有放這個 這個卡儀有賣 可以保護我們的鍋子 不怕去碰撞到 它裡面是不鏽鋼的 所以我在這邊有墊一個這個 保護的 那這個保護的是在 IKEA買的 剛剛提到竹圓抽 它的高度甚至可以放鍋子 像我們家比較重的鑄鐵鍋 就直接放下面 推起來一樣很順滑 一個小配件 就是這個 它是可以掛抹布的 然後一樣可以隨便的移動 看你要放在哪個位置 就是他們家有蠻多貼心的 一些小工具小道具 就是for這個廚房專用的 所以外面也買不到 我們家的地板全部都是超奶磨地板 包括廚房這一塊也是 這是我們家之前就有的一個 墊子 比較有可能接觸到水的地板 我就放一個這個墊子 稍微保護一下啦 雖然超奶磨地板它強調 也不是那麼怕水 但是 我就是放著 像我們這邊都有抽屜 有時候都要打開 放一個垃圾桶就很礙事 這垃圾桶是無印良品買的 它底下有輪胎 它可以推來推去的 所以有時候我就這樣打紙 兩邊的抽屜都可以打開 這邊我們家整體的規劃都和大家分享了 這邊拿碗 這邊拿筷子 然後磚放的地方也很近 所以這個動線我就會放這些剛好 然後接下來是這裡 這邊的就是比較高一點 放我們家的粉類一些 太白粉啊 地瓜粉 然後調味料粉 好 竹圓戳的部分 這裡面放的就是比較少用的東西 這位置是洗碗機 有些人好奇問我洗碗機怎麼沒有用舊夾的 主要是這個櫃體不能用 再來就是洗碗機如果把它搬過來那邊不就一個洞 那個洞怎麼辦 所以不是每個東西都有辦法搬來搬去的 還有一個我很喜歡的設計 就是一般的水槽不都是 這種開門式的嗎 那他們家的水槽是 他說是口袋式的 其實就是一個抽屜式的 我覺得這非常好用 因為他 比起 傳統那種開門式的 拿東西啊放東西啊 規劃收納 都比較理想 然後比較人性化 因為我有很多這種料理盆什麼的 之前都沒點讓他放 現在就是有地方可以讓我放 然後比如說手套啊 然後一些 擦手布 一些清潔的東西 包括這種東西以前都是沒地方放的嘛 那現在就可以放這裡 然後他說那刀子在這裡面 其實我很不習慣這一點 平常切完東西洗完刀子都濕大大的 那我就不習慣直接放這裡 所以我刀子很常使用是放這裡 我用不習慣的地方 那如果你要放進來就是你還要擦 那就是有時候就沒有這麼勤勞去擦 然後再放進去 我覺得動作太多了 我就比較沒有那麼習慣這裡 再來就是竹圓抽 廚房清潔的東西 比如說小蘇打粉 然後過碳酸鈉 然後這邊這一區是 洗碗機的一些 清潔劑之類的 就可以放這裡 就很好放 那這邊有一些插頭 我覺得也很重要 像我們檯面都有買插頭 有時候也許小家店什麼的 就可以在檯面上面用 好啦今天廚房開箱都在這裡 雖然日系廚房 價格比較高一點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非常滿意 尤其像我使用率這麼高 我覺得很值得把一些裝潢預算放在 日系廚房上面 如果你沒有在參考日系廚房的話 不妨也可以參考這一集 好 那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掰掰 掰掰